在我毕业了走向社会这短短半年的时间里 我被现实反手狠狠甩了一个耳光 不对 不是一个耳光 是左右开工无数个耳光 我投了那么多简历 我敲开了那么多扇门 当我真的以为我有机会能够站在电视台 站到节目组的时候 等待着我的 不是日复一日在办公室里干好青春 就是端茶 倒水 拆快递 送盒饭 我可以打杂 我不怕苦我不怕累 但是在我端茶倒水滴盒饭的时候 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站到那个位置上试一次啊 我真的等来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有一次我成为了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备选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通电话 刚接起来对方就说 订你了 明天来签约吧 我当时拿着电话手都在抖 我说真的吗你没骗我吗 他说没骗你明天就来公司签约吧 我说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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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激动的开始大喊挂了电话 我马上就给我妈打过去了 我说妈你姑娘找到工作了 我明天开始就挣钱了 我马上就能带你出去旅游了 我妈在电话那头高兴的差点哭出来 然后那个电话又打了进来 我接起来赶紧说 我说哥 是不是明天我签约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啊 对方突然传来了一群人哈哈大笑的声音 他说你当真啊 你真以为自己能当主持人呢 我就是逗逗你 愚人节快乐 我当时拿着电话的手僵在那 小的时候吧 看言情剧 他们总说女主角的心跳漏了一拍 我那时候觉得怎么那么扯呀 但是挂了电话的一瞬间我发现 原来人家说的都是真的 我不记得我发了多久的呆 也不记得我多少次把电话打出去又挂断 后来我只能在短信里敲了一行字 我说妈 我就是让你开心开心 愚人节快乐哈 对不起啊 骗你了 但是很快就能实现的 你再等等我好不好 放下电话我的眼泪噼里啪啦就往下砸了 我曾经那些信誓旦旦的豪言壮语 在我的耳边嘲笑的很大声 那一瞬间我真的怀疑我自己 我在想 是我不配吗 我没有资格吗 我应该像我爸说的那样回家找个人嫁了吗